随,风水,随文帝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朝代叫随朝 随朝有个皇帝叫随文帝 随文帝他不姓风水 有一天,一个看风水的书士 要给随文帝选择一块好坟地 随文帝说 你先去看看我老家的墓地 是凶是吉 如果是凶 我怎么会成为天子 如果是吉 我弟弟为什么死于战争 护士小经理 有人因为相信 而体验到了风水的效用 也有人因为不相信 自此摆脱了信仰上的束缚 相信真神奇啊 随文帝是随朝的开国皇帝 他先后灭梁、臣、统一中国 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 并奠定了这以后中国几百年的统一局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